4月22日 主演全部用群众演员的影片《我是路人甲》在北京举行了首场发布会 由于《我是路人甲》的主演全部是真正的亨电群众演员 所以当天发布会预告片也是零星版及无星版预告片 发布会开场 大屏幕上黑幕 燕照 整容 潜规则等关键词让观众摸不着头脑 而导演尔东升也讲述了路人甲对打动自己的几件事 让现场观众感触很深 我想看见年轻人 我看到一个群体叫恒飘 恒飘这个群体跟北飘不一样 北飘是王老强 说他是他 其实我们都是北飘 我现在都在那个北飘而已 很多朋友都在别的地方来北京叫北飘 飘去上海的游游 飘去广州的游游 这个状态其实在我来说是非常新鲜感的 因为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你们知道 其实中国在你看这个春运 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人群 一个流动的 还有另外一点让我觉得很惊讶 就是他们那么年轻 十几岁 十八岁 我认识到最小的当时十八 过了开的时候见到十七岁 去年我去的时候 有这个零零后的 有十三岁 十四岁的女孩去那边要拍戏 给恒店集团 给他一些门票进去 玩完的时候赶快回家 把他们赶走 没看到这个剑能的 我看到这些人那么年轻 来自全我各地的 我就非常好奇了 那然后呢 在学三丁过程里面 我就开始把我的视线转向这个真 虽说尔东升圆了一众平凡人的明星梦想 但而到此举却并不受支持 这不 就在活动当天 尔东升便爆了 成龙知道此之后 立即劝自己千万不要用自己牵头 且成龙还以自己的经验和严肃的表情 劝了尔东升一下午 我跟成龙说 我说很难免人 但我说我们一起投完一日之大 成龙跟我说 千万不要用自己牵头 太死了 讲书 他说我知道他有风险 所以我开了千变不嘴 讲书亏的钱是千变不嘴 不回来 哭六娱乐 北京报道 请无论